爆米香 爆米香 台湾鵬菓子 大家知道什麼是爆米香 爆米香嗎? 爆米香正如其名就是把生米施加壓力 一聲巨響爆開後變成的香噴噴點心 在日本 爆米香又叫做 鵬菓子或 丼菓子 據說台灣的爆米香 就是日本統治時期傳來的 從小孩到大人 大家都愛這個傳統的好味道 但是相較於從前 最近在巷弄間 已經很難看到爆米香的流動攤車了 如果能發現的話 算是非常幸運的喔 第一步 先將米放入壓力鍋中不斷的滾動加熱 第二步 將網桶裝上壓力鍋 嗶嗶嗶 再來請注意音量喔 嗶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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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將米香、花生和剛剛製作好的糖漿 在攪拌盆中一起快速的攪拌 只要攪拌到稍微凝固結塊就可以囉 把充分混合的米香團倒入木製的砧板上 要趁著米香還沒有完全凝固前快速的壓平定型喔 再使用滾輪將米香壓得緊緊實實的 用切刀沿著木框砧板的凹槽將米香切得整整齊齊 再依序一塊塊的包裝 這樣好吃的爆米香粉米香就完成了唷 完成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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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!